世代守护陵墓的阴兵 道悬而下的九层妖塔 两千年不灭的人鱼油灯 奔腾不息的水银河川 数不尽的骑身一宝 神秘的秦始皇陵 吸引着一代又一代人 但是时至今日 仍然没有人能够进入其中 探究里面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只有无数传说依旧在流传 而在1974年 秦始皇兵马俑现世近40年后 2002年的一天 一队携带着高科技仪器的考古专家们 来到了立山脚下 准备重新勘测秦始皇陵 皇陵下的五大奇迹 也渐渐的随之浮出水面 中国历朝历代 每一个皇帝的陵寝陵墓 都让人是遐想联翩 比如挖不动的武则天的乾陵 找不到的成吉思汗陵 还有不敢挖的朱元璋的孝陵 而这其中最具有神秘色彩的 还要数位于立山脚下的秦始皇陵 这座皇陵是一座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的地下王国 由秦始皇亲自构筑的地下世界里 他生前拥有的一切死后也要继续享用 因此秦始皇陵几乎被建成了一个浓缩的秦帝国 可以想象这位千古第一帝的陵墓中 会藏有多少的奇珍异宝 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千百年过去了 就连唐太宗和乾隆皇帝的陵墓 都先后被盗贼光顾过来 秦始皇却依然完好的矗立在那里 至今无人感动 没有什么道德心的盗墓贼 当然不是因为出于对秦始皇的敬畏 才对秦始皇陵敬而远之的 主要还是因为这个皇陵真的不好挖 没想到的是 1974年丽山脚下一群农民为打井浇水 竟然挖出了一颗兵马俑的脑袋 抢在所有盗墓贼与考古专家之前 为人们揭开了秦始皇陵神力的面纱的冰山一角 之后的四十年间 考古学者们在丽山脚下钻探出了上万个孔 希望发现地下陵墓的秘密 但是因为没有科学的定性范围 收敛甚为 他们虽然将震惊世界的八大奇迹之一 兵马俑坑都给挖出来了 秦始皇陵的庐山真面目 依然还隐藏在黄土之下 无人能够惊扰 当时呢 有一部分原因啊 是因为技术条件不过关 不过在将近四十年后 2002年12月 我国考古专家们采用先进的高科技手段 对秦始皇陵进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勘察 地宫中深藏的五大惊奇 终于开始一一向世人揭晓了 以前呢 人们看到的只是地面上秦始皇陵高高的风土堆 皇陵的地宫规模究竟有多大 人们的肉眼呢 是看不到的 对此毫无概念 但是光是挖出来的 作为陪葬的三个兵马俑坑 距离风土堆的距离 就达到了1.8公里 让人不禁怀疑啊 秦始皇陵光是半径 就可能已经超过了1.8公里 在2002年的这次重新的勘察当中呢 考古专家将洛阳禅与高科技手段结合 使其如同长了透视的眼睛 事半功倍 很快啊 就找到了地宫的具体位置 进而也就探测出了整个陵园的规模 光是地面上风土的占地面积 就有17个足球场那么大 整个陵区大体成正方形的 面积超过了56平方公里 相当于78个故宫加在一起那么大 震惊世界的兵马俑 竟然只在其中占据了一小块的地方 可以想象啊 在人们还没有发掘到的地方 绝对存在着足以惊艳世界的奇迹 在史记等史料当中啊 都曾经记载着 秦始皇陵以水银为江河百川 秦始皇陛下的铜官 就悬浮其上 终日随着水银河浪在地下宫中飘荡着 先不提在无风的地下灵宫中 水流是否能够实现涌动的现象 光是能够灌满灵宫的水银 就是一个无法想象的数量 考古专家对风图进行了量化的探测 发现在风图 风东南东部拱 也就是俗称的水银反应异常的强 西北侧则相对较少 而当反应图展现在专家眼前以后 他们发现整个墙拱区 竟然跟秦朝时期的山川分布非常的相似 正如史诗所说 用水银做出了江河百川 专家推测呀 地宫中的水银量可能达到了100吨 要知道就算是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 在相对先进技术手段的支撑之下 中国一年的水银产量也不过是300多吨 而在宋朝时期 当时的人是拼命地生产 最后一年也只能产出2000多斤水银 宋朝人可能要忙上90年 才能够生产出秦始皇陵需要的那100吨的水银 在技术手段落后的秦朝 人们真的能够产出那么多的水银吗 考古专家认为 当年与秦始皇交好的那个女人 八寡夫妻 可能就是秦始皇陵地供水银的提供者 她的名下的巴山矿产非常的丰富 或许能够满足秦始皇陵的需求 只不过呢 如何在生产力低下的秦朝将矿变成水银 这依然是一个不好解答的问题 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 既然有显眼的风土堆 那么地供在哪里啊 那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吗 其实并非如此 史书曾记载下这样一个故事 当年在皇陵修建的过程当中呢 负责主持修建的李斯 曾向秦始皇禀报 说是在栗山上干活的那七十二万劳工啊 已经将地灵挖得极深 甚至可能已经到了地级 再往下怎么也挖不动了 他已经命人用凿和烧的方法试过了 那个地级依然是温丝不动 反而是发出了一阵空灵的声音 李斯就问秦始皇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秦始皇回答说 既然如此啊 那就在旁边一个三百丈吧 皇陵这才继续修建了下去 如今我们已经知道 光靠人力啊 是不可能挖到地级的 那么当时的七十二万劳工 究竟将地宫挖到了多深的位置上呢 司马迁回答说 穿三拳 汉旧仪则说 以身即身 意思啊 是已经深到了不能再深的地步了 专家认为 劳工们挖到的那个地级 其实是一块巨大的花岗岩 而经过科学的计算 专家们给出的答案是 地下至少五百米 而恰巧的是 丽山从山顶到山脚的距离 恰好就是五百米 考古专家们因此怀疑啊 当年秦始皇下令 在旁移出三百丈 很有可能就是将地宫挪到了 丽山中 只是如今还不好证明 秦始皇陵的风土 如今已经是被绿化了 不好轻易的辨别 灵丘的具体的轮廓 不过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来到现场勘察时 还是可以清楚的分辨出 它的基本形状的 在一九零六年到一九一零年间的照片显示 秦始皇陵的风土堆 主要是三层的阶梯的一个状态 整体上呈现出阶梯金字塔的样子 因此也被国外人称之为黄土金字塔 真要是算起来 这个黄土金字塔呀 可能比埃及的胡佛金字塔还要大 在先秦时代呢 盛行高台蟹 美宫室 这些列国的统治者的陵墓 大多都会像一个 象征朝廷前殿的一个校堂 用于祭祀 战国时期的中山陵和魏王陵 就是最好的证明 都有两层台上建太室 而经过科学仪器探测 这座硕大无比的秦始皇陵 却只有三层的大台阶 如果分等份的话呢 则是每层高约二十九米 大台阶的缓坡中 藏着有几层较小的台阶 如果也等分 那么就可以分出为 每层高约九米的三层 这样风土总计就有九层 也就是说 秦朝依然保持先秦时期 壮观的台蟹式 临上响唐的形质 很有可能就是啊 象征至尊极数的九层之台 而经过科学探查 在风土之下的似乎 还存在着一个 道金字塔形式的高台 可见呢 关于秦始皇陵的 九层妖塔的传闻 并非是空穴来风啊 在司马迁笔下呢 秦始皇陵中 其真意怪喜藏满之 而比司马迁年代更早的 汉代大学者刘相 也曾经发出感慨 自古至今 藏未有始皇者也 那么始皇帝陛下的地宫中 究竟都藏有什么呢 根据史记记载呢 陵墓中啊 有金燕 翡翠 朱玉等无数 但是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奇真异宝 除非真的将陵墓挖开 否则 我们也是无从知晓的 不过在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呢 考古工作者 曾在地宫 西侧的方向上 挖出一组大型的 彩绘的铜马车 马车造型之精美 装饰之华丽 堪称举世罕见 而在传说当中呢 秦始皇陵的地宫中啊 燃着永不熄灭的人鱼游灯 有学者认为 这所谓的人鱼啊 指的就是鲸鱼 而在湖南出土的一些 秦代竹简 也记载了秦始皇认为 有妖兽守护者不死要 于是命人造船出海 将其捕杀的故事 如果人鱼游 真的是取资于鲸鱼 那么仅是一头鲸鱼身上 所取到的油 是足够一盏长明灯 亮上将近三十年 但是这些情况呢 只是发生在 灵中有充足氧气的条件之下 而当专家们用先进的仪器 对秦始皇陵进行勘察时 墓中似乎确有什么 明亮的物体存在 那么究竟是什么 还是不得而知的 不过除了 渐渐浮出水面的五大惊奇 专家们的勘察再次证明 秦始皇陵没有遭到盗绝 这也是再次为秦始皇陵 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或许啊 揭开秦始皇陵的秘密 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对此感到好奇的人们 也只能够静静地 等待着时机到来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